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兩千東武車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再來是2016的嗎 2016的 2016的土上 這個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拜託喔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只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你就要點擊進去 把裡面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下面的連結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 我們馬上就位囉 2024年了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 有任何關於汽車的問題 歡迎你們找兩千東武車 都可以替你服務喔 祝大家攏給你錢 攏給我錢 大家賺大錢 新年快樂 掰掰 土上好像是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頻道裡面 上一台好像是阿格力的老鞭 他的新世代的1.6T的Toussaint L 那這一次呢 我們介紹的這台是我們前一陣子收到我們的鐵粉 他賣給我們的2016年的Toussaint尊貴版 新車是93.9萬 雖然他是我們的鐵粉 但他這台車不是跟我們買的 他在買這台車之前呢 還沒看我們影片 那只能買了以後呢 他才看到我們的影片 然後就決定把車賣給我們 在他手上沒有開到什麼車 他現在的里程大概是4萬出頭而已 跑這麼少喔 他買的時候大概跑3萬多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整個外觀是非常不錯 那其實他當初買的價格 應該也不算太貴 當時其實他的1.6Turbo 大概是80幾萬 1.6比較便宜 那這台車2.0的尊貴版 他是93.9萬 那2.0的編程其實他是NA的設定 所以他的動力表現是比較差一些些 所以今天比較重 動力又比較差 但是他今天到中午市場 就有很多賣點了吧 因為我記得1.6T好像是搭配雙0的編速箱 欸對 那2.0的話 就是搭配六速的手自排 所以他就是一個妥善率的表現 妥善率高 就可以跟台灣休旅車兩個王者 CR-V&RAFO 雙田 一較高下 免得他1.6T 要是讓個變速箱爆了 災情出現以後 大家幹什麼全部跳坑 那也不行 但我覺得這車還有個優點 就是他顏值滿高的 因為我們這台是有大包的 一般我們卡托3L 大概他的造型就到這邊 那下面這個大包呢 算是 原廠在額外在選的一個外觀套件 所以他是一個運動型的大包 所以你會覺得整台車的外觀 看起來滿有那種殺氣的 然後這台車也是歐洲設計名師 號稱車廠三大設計名師設計 就是專門設計一些經典跑車 或是經典車型的這個設計師 然後先來看看外觀 韓國車不用多說 顏值高大概已經不是新聞了 當然也是雙魚眼的設計 因為我們這個是最頂級的 一般都乳素的啊 車頭的部分就是氣炸還鍍鉻 它裡面的紅色網子是自己加的吧 應該是吧 防跳直 我覺得它的引擎蓋設計的滿特別的 它那個折線我覺得很特別 它一個側邊的部分 我覺得2.0 當時我會想買還有一個原因 這台車是有全景天窗的 是滿實用的一個設計 尤其在休旅車市場 然後四條輪胎都是新的 考Nintendo的 馬牌類 上面的話呢 因為它是有全景式的天窗 所以看起來是2tone的設計 就是上面是黑色的屋頂 側邊的話呢 它還有這個腳踏板 這腳踏板好像是原廠的家裝喔 大概要花2萬 休旅車如果沒有這腳踏板 有時候出入會稍微有一點不方便 尤其是小朋友 或是老人家 那我覺得這個是滿實用的家裝 那我覺得側面看起來 應該就是符合大家對於 這個韓國車的表現啦 應該不會差異太大 我做訊息給大家看一下 坐進來 中規中矩 我覺得你剛剛上車其實滿輕鬆 因為它好像離地高沒有很高耶 對 沒錯 然後呢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太多便利的設計 譬如說盲點偵測啊 防撞預警 這些比較先世代的東西 這台車是目前還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循跡繁華 儀表板大燈的調整 然後電動座椅呢 是有含這個腰靠的設計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後座的表現 後座的部分我們就交給 阿嘎 來做一下 來 測試一下 我這個對後座要求是滿 滿嚴格的 坐進去看一下怎麼樣 這個開口滿大的 我看ABC插頭了 後面的空間還有一個拳頭耶 而且它這個後面是硬直耶 它很像那種進口車的設計 像賓士他們很多都是這樣 後面是硬的 而且防刮啦 對阿 而且比較有質感一點 然後有後座出風口 中間它這個凸起來部分 還是有一點阿 但是沒有到很高 所以基本上 坐中間的人也還OK 但是這個全景天窗的空間 滿好的耶 你坐在後面不會覺得很壓迫耶 就很通透的感覺 對 然後側邊的 這個月圖燈幫我開一下看看 欸 LED的耶 對 LED的這個就還不錯 這很像高鐵還是那個飛機 就是新世代的 我覺得要配LED是比較好 對阿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不要按出來是黃光 就比較差 還有一個中央扶手看一下 OK 喔還有兩個自飛架 兩個自飛架 這個椅子可以往上拉 欸可以耶 它可以這樣子 幾段很多段耶 很多段耶 喔喔喔喔喔喔 欸欸 超倒的耶 很倒嗎 欸這蠻倒的耶 可以倒這麼躺耶 蠻躺 但是你的西部空間就比較緊一點 不會阿但是三躺的就還做得還不錯 重點它很傾斜耶 很傾斜 對阿有傾斜這個就不錯 所以因為它這個車子 其實它上面是比較斜背一點 就怕你的頭部空間不夠 但我覺得如果這個車沒有天窗 應該做起來會感覺很壓迫 有一點壓迫 這開口咧如果這一般半開 一般應該是這樣子下車 喔喔這樣就稍微少小一點 差不多啦 一般應該就差不多這樣下車 但沒辦法啊 這個沒辦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車尾的部分 其實車尾來看我覺得 顏值還是頗高啦 我把這個大燈打點起來好了 它應該是一般的燈泡啦 就是魯素的燈泡 但是它換成LED式的啦 後面的這個後檔是比較窄一點的 沒有沒有電尾門 沒有電尾門 好來打開 這台車車長不長 可是其實它後箱空間我覺得還可以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它的椅背 其實做的蠻薄的 其實垂直開口還不錯喔 因為有一些車鞋背以後 它這邊會壓縮到它的空間 可是上面看起來還可以 你看我們這邊放了一個拍攝箱 拿起來 放旁邊 打開來下面還有點空間喔 這個應該是隔音的 可以防止一些噪音 從下面傳上來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椅背傾倒看看 椅背傾倒 平整化就普通了喔 它沒有做後椅背的快速傾倒 對 我覺得後箱空間不算太大 畢竟車長就比較短一點 對 以中型SUV來看 它其實這個空間可以的啦 你要我覺得不滿意的 就是我覺得它離地稍微高了一點 這邊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因為韓國車其實大家都說它們是 比較偏向歐系的底板 其實我比較在意就是說 這個車開起來跟CRV RA4 質感差異大不大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2016年 78年的車子 然後開起來的感覺 到現在來看 是不是適用 好不好 那我們去出發 試開看看 欸這台是2.0旗艦喔 尊貴版 就是最頂的 全景天窗那麼大一台 欸全景天窗 我是覺得在修路車 真的是蠻重要的 他說這個是 同級車裡面最大的 面積的天窗 直接衝到後座欸 其實像我小孩子 他就很喜歡有全景天窗 他覺得是可以看星星 對啊 這有通透感 好我們來開看看這個車子 因為其實這台Tazan 好像我們是第一次試是不是 2.0NA的嘛 對對對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是買1.6 Turbo的 他當時買的並沒有很貴 就是我們在中國車廠上 你會發現這台車1.6T 比2.0的保持性更好 大家就會喜歡它是有1.6的渦輪 然後它1.6T好像還有Sport買 那2.0的話就是比較 重規重矩的表現 如果要講實在的 大概缺點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缺點部分應該是油耗吧 就是油耗比較差一點 2.0自然進氣的 它好像是比這個1.6的油耗來的更差 這台車平均大概是11.6 那市區咧 8.58而已 可是我覺得你要回推到 201617年那個年代 如果你先對比當時最大的對手 2.4的CRV CRV就比較差一點 它是8.1 它平均是11點多 哦是11點多 有2.0的CRV咧 2.0的CRV 平均就有12.8 那這台如果對比2.0一樣 就是穗金幾具 這台車就是油耗比較差一點 對還有RAV4也比RAV4差 這個車其實它的長度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特別長還特別短 特別短 所以後來還改Tosan L 比較長一點 對沒錯 一般我們RAV4長度是大概4.6米 它這個車長比Artis還要短 不到4米5 跟Vios差不多 可是它的軸距蠻長的 它的內部空間可能不會差一點很大 但是它的車長有比較好停車 對 車長蠻短的 但是它車高有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這個車號稱風阻係數是很低 很低 非常低 哦 0.33這樣 結果風阻那麼低 可是油耗也沒有比較好 可能就是因為風阻換 它是逆著風跑 逆著風跑 逆風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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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這台跑4萬多 所以內裝的表現是相當的不錯 以前我們對Tosan最擔心購弊的地方 就是它環保材質 有那種脫膠的問題 那我剛剛稍微摸了一下 好像都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製背一下這邊 還是稍微有一些 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那這個部分可能到時候就是後期 拿那種除膠劑啊 把這個東西擦掉 那其實裡面的塑料露出來 質感不會差力太大 然後雙區恆溫 六安循跡 這六安循跡我覺得就有感 因為同級車只有RAV4是進口有六安循跡嘛 但是你同年份CRV就沒有六安 是四安循跡 對 但是CRV好像17年改款小改之後才有循跡嘛 好像S規就有 對 S規的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開起來沒有那種歐洲車的感覺 我個人注意比較不錯的地方是 這杯有一個斜坡緩降的一個定速 我覺得這個蠻實用的 這個我之前看過是在那個SUBARU的車上有這個 像我自己在開福斯的露營車 連續下坡 它也會稍微抓住 BMW跟賓士其實都會有 歐系的 歐系的車其實都會有 你平常自己滑行的時候它不管你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連續下坡 下山的時候其實 它是避免你去連續踩煞車的一個功能 那你只要稍微定速一下 那其實對你來說你在開山路會比較方便 你煞車踩的次數也會比較少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功能 然後客人還換一個安卓機 安卓機 就沒有所謂太多的 新世代的科技性的配置 這種車大概在40多萬吧 這個新車那時候是多少錢 現在應該是90幾萬 如果以半價左右的價格來入手的話 其實我覺得以休旅車來看 市場上的需求大概都已經算是符合了 動力其實還可以 它搭配的是 它是2.0NA 配6速的手支牌變速箱 對雖然不到說真的很靈利 但是我覺得開起來的速度 還是滿OK的 它的馬力大概是155匹 155匹 對 這就是比較普通 因為現在如果以渦輪的話來看 1.5T大概就會達到180匹 它動力就會比較好 那這個1.6T的應該動力 也會比2.0NA的好一些 所以扭力會比較大 至於我自己這樣開起來 我感覺隔音還可以 安安靜靜的 當然輪噪聲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他都還算是 滿中規中矩的表現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好是這一代的Tesan 它的那個方向基礎 我像以前我們在開那一輪橋比較舊式 它會有一點那 咦咦咦咦 就有一點那種不是很滑順的感覺 這一台我看起來就不會 我坦白講我覺得這種車 如果40多萬 應該沒什麼好抱怨的 老闆他們說這一代的側形 可能會大一點 我剛剛開我覺得還好啦 我就修理說側形很大 對啊 但是他說這一代 這個避震器用的是不太一樣 他說用那個什麼SARS的避震器 SARS 對SARS SARS很厲害嗎 好像是買得還不錯的 喔不是被濕燈喔 就叫得出牌子 KYB也叫出牌子 對啊 KYB也是牌子 我覺得它那個皮椅的材質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椅座 我不是很高 但我自己這樣 我都覺得大腿支撐稍然差一點 但我覺得它冷氣蠻好的 原來天氣很冷 不是它冷氣有空濾 Clean Air 你聞得到那個有空濾的味道 有嗎 他說有香氛套件我看一下 不是啦沒有香氛套件 是說有空氣濾心的冷氣 聞起來味道會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乾淨一點 沒有我覺得你把它神化了 沒有真的啦 真的啦 不然我怎麼會說 我剛剛還沒看到我就說有啦 空氣都是一樣的 我們呼吸空氣都是一樣的 它只是通過濾濕過濾而已 真的有啊 有人要有寫就有寫Clean Air好不好 沒有寫Dirty Air Clean Air它沒有寫什麼Ionic 有些人寫什麼 但是Ionic那個是Panasonic 你不要拿媽媽你家電子出來 那邊跟它別人 負離子啊什麼的 不是我們說的這個是純粹就是 聞起來有一點到 你現在聞到的空氣很鮮 對有一種新鮮的味道 Fresh Air 對對對對對 有一種Clean Air的感覺 按什麼的空氣嗎 按起來的味道有嗎 硬一點 它雖然很多塑料 可是看起來沒有到這麼廉價 因為它做了很多拼接的感覺 我覺得一樣同一邊塑膠 就分了很多塊 聽起來很廉價 聽起來並不好 然後試一下這個螢幕 什麼是沒有中文嗎 韓國車到現在還是沒改進 極歪咧 怎麼會沒有中文啊 它到現在的新車也都沒有給中文啊 但它這個螢幕 前面這個螢幕我不得不說 它這個螢幕是顯示的是滿好的 我們這個頂級的才有這個螢幕 這有都會防撞嗎 沒有 直接撞都會直直撞 不錯啊不錯 我覺得它好車 開起來是舒服的車 很不想下車 天氣很冷 今天幾度吧 現在差不多七八度 現在差不多七八度吧 開這個車去追學應該也不錯吧 欸真的超棒的 超棒的 可是這個車沒有試穿 它離地夠高OK 休旅車其實應該主要還是就是說 適合大家載著家人出去旅行 最近我們的那個攝影大哥 對 小編 小編 你每次都一直在酸他 小編開個Vios 一家四口 對不對 我已經跟他講過很多次了 上次庫嘎 他就給我放一次鳥 還好我已經賣掉了 OK 他就說欸哥等我 這我好像也可以 所以 這是我夢想中的車 結果滿趴捏爆了 好像還捏不到 捏爆還是捏不到 剛來 那時候剛來 那現在這台車我覺得 小編 這次應該是換你可以表現時候了吧 而且 多少錢 這四多萬自己人對不對 好不好 沒關係啦 四四六六七七八八 阿哥來 跟阿欽贏贏贏贏贏 如果真的今天是一個 就是實用派的車主 那如果你喜歡錄影 我不敢講他一百分 但這個車我覺得有可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百分 因為他這個價位來說 我覺得是滿平易近人的 七八年主要買要半價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划不划算 我個人覺得如果有全景天窗 這一點是滿吸引我的 RAV4或者是CRV 他們兩個是沒有的 所以同年份那時候是沒有的 同年份他們是沒有的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主要是第一里程 然後白色的顏值夠高 外包這些東西都已經有 跑四萬公里而已 跑四萬公里而已 這絕對是一個很加分的條件 好不好 這個也是要加錢的條件喔 要加錢聽到了嗎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6年的Toussang 那你問我說 妥善率這件事情 在這台車上面 歐不OK 近幾年的韓國車表現 妥善率應該都算是相當的不錯了 好不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分享 那如果說呢 你也是Toussang的車友 那有些想要分享的故事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呢 跟我們做一些理性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或是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古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 兩千種古車 記得收聽我們在Apple Podcast的 全力型準備 你可以搜尋一下 那我們會分享很多關於中古車的知識 那今天兩千種古車 我們下課啦 再見啦 掰掰 二千種古車 兩千種古車 我記得那幾年 一千點 第一個 拍攝 我們更變成